這個題目提到在硬水中,合成清潔劑比肥皂更具有洗激的能力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要比較的是合成清潔劑以及肥皂這兩個 這兩個的差別其實非常的小 但是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不一樣 我們先講肥皂 肥皂呢,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脂肪酸的鈉鹽 它畫起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COO-然後這邊是NA症 然後後面這裡是一個長碳鏈的這個... 碗肌 那這個地方呢,合成清潔劑 跟肥皂的結構大致上很像 但是就是差別在前面的頭 這邊合成清潔劑,有些呢它會用... 我舉個例子,合成清潔劑有很多種 像有些可能會用這個... 硫酸鹽 然後面一樣接長碳鏈的碗肌 那這邊它一樣是一個鈉鹽 但是這兩個頭 是不一樣的 清水端的地方不一樣 好,那這邊 特別提一下,肥皂特別容易 與鈉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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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合成清潔劑其實就是為了要避免肥皂的這些缺點而研發出來的 所以它天生的設計就是要挑選不會與鈣銘離子生成電的物質來做合成清潔劑的原料 所以以使用上它會比肥皂更具有優勢 因此我們來看這些選項 它說A選項合成清潔劑的鈣鹽溶於水而肥皂的鈣鹽不溶於水 其實這是錯誤的 這兩個都會溶於水 它們都會有所謂的清水端 也就是我紅色圈起來的部分 再來B選項合成清潔劑會與酸作用而肥皂不與酸作用 其實它們都是弱減性的 本來就會與酸作用 酸減中和 所以這也不是關鍵因素 C選項肥皂會在硬水中分解而合成清潔劑不會分解 好這邊提到會不會分解 好這個部分呢 合成清潔劑跟肥皂它們發生的反應只是會不會產生成電 這跟它本身會不會分解其實也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來看株選項 它說合成清潔劑的鈣鹽溶於水 也就是說當它遇到鈣結合的時候 它是不會產生成電 也就是可溶於水 好可是肥皂的鈣鹽不溶於水 好這個不溶於水就是我們剛剛講到它會產生沉電 好所以這個株選項才是我們的關鍵因素 因此我們這個題目要選擇的是株選項